F-22猛禽号称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精 那么谁才是这款战机最大的敌人呢 其实不是别人 正是F-22自己 美国战区网站近日刊文称 美国空军坦诚 F-22战机无法达成80%妥善率的预定目标 根据美军2018年公布的数据 空军战机的整体妥善率只有71.3% 其中F-22情况最糟 妥善率只有49% 这意味着有一半的F-22无法执行作战任务 去年9月五角大楼严令空军在今年9月前 必须将F-22 F-15 F-16等核心战机的妥善率提升到80%以上 但如今这一目标已经提前落空 美国空军对此解释说 麦克尔飓风对廷特尔空军基地的十多架F-22战机 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此外F-22的隐形图层维护困难 这些都是妥善率无法达标的原因 来自云南的网友天狼星提问 F-22号称世界最强战机 竟然有一半在家里趴窝无法作战 这种情况正常吗 要万一碰上战争 美军的F-22难道只有观战的份 对于一款成熟的战机来说 这种状况肯定是不正常 因为正常情况下 你的妥善率应该是在90%上下 现在一下子差不多打了一个对折 这种状况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 真就意味着你只能做避上关了 因为实际作战当中 飞机的妥善率通常比正常情况下还要更低 想想看一半的战机出动不了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